高雄中華五幅圓環 以來的全面改造 現在回歸十字路口路行 行人可以直接直線通過 而外環道路 也已經不可以再直接行駛一圈 長年以來熟悉的道路改變了 可以看到許多的民眾 都疑惑的在路口等待 直行紅綠燈 不知道 我當時就是看 應該是要綠燈可以右轉 我以為應該會直行 閉紅燈 我記得以前這邊是綠燈 有綠燈可以直行 不能這樣子都彎過去了嗎 我不知道耶 謝謝提醒 對啊 因為我一直以為 這邊是可以直接過去的 圓環不再是圓環了 現在四個區段的外環道路 都只能右轉 不可以再執行互相連接 雖然有畫色標線和右轉燈號指示 但是可以看到 大家已經熟悉多年的大力圓環走法 要馬上轉變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 引導標誌也可能需要再多一些 老伯都走久了 疾病了 你現在看都沒有了 有煞煞 標數也沒有清車 如果這個來採取 這個中部的事大 已經都怕過世了 其實應該是一開始 它的規劃就是要避免圓環之內 因為本身它有停車格 那因為還是有車輛在出路 那常常就是發生停車的人要出來 然後跟過路的車輛發生查狀 現在有做一些改善 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做一些加強 比如說標線的問題 像這邊你到底說你就是要讓人家右轉 但是你應該要用一個牌子 警示牌就是說禁止執行 這樣子的話以後我覺得針對執法單位來講 它也比較有依據去跟人家講說你執行是錯的 尤其靠近仁德街的仁德早市 是許多民眾生活採購的市場 在這邊進出的車輛相當的多 新的交通型態與過去的地方習慣發生了衝突 可能需要有一些更明確的標誌 引導民眾改變習慣與適應 以免未來違規開發時會發生許多的爭議 不是他們沒有鑽燒 是他們標示 他們看不見 甚至他們更久了 他們看起來是很久了 他們都怕關係 來這裡買菜的都是八十多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給我們很多 四、五十年都是這樣子的習慣了 你現在突然要叫他不能執行 他也是一時難改變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標示 讓他看得清楚 我覺得就是他習慣的問題 對 我覺得習慣是慢慢改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政府也要占到一些 有一個明確的標示 讓他們知道說我這樣子是不行過去的 由於這個中華五幅的圓環 他早期的時候就已經不是一個實質的圓環了 他原本的一個設計 就是圓環的裡面是有一個十字路口存在的 我們是做了一個簡化 讓他的車輛不會在這個大路口裡面去做交織 那也因此這個裡面的十字路口 才是我們未來鼓勵車輛去行走的動線 我們也會繼續來加強這樣子的一個標示標線 就是包含說車子出來緊準右轉 防止說民眾再不小心去穿越這個路口這樣 新的道路形態是為了降低交通事故 和增加行人便利性 但是在重新規劃入行時 或許也需要考量到過去的習慣 持續的滾動做調整 引導4名朋友們習慣新型態的道路環境 記者川君高雄報導